很多人把洋葱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而且更好吃 把洋葱用刀这样切一圈 注意下面不要切断 切好之后把洋葱放盘子里 撒上适量的食盐 用手给它揉搓 搓到洋葱表面的食盐几乎全部融化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一旁 把刚泡发好的木耳下锅煮熟 煮熟之后捞出备韵 起锅烧油把花生米炒香之后铲出备韵 黄瓜用你的右手拍一下切成小块 然后装入盆里 现在洋葱已经腌好了 腌好的洋葱没有了辛辣味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 这样切起来一点都不会辣眼睛 切好之后也装入盆里 放入木耳和花生米 小米辣和蒜末 加食盐白糖 生抽和香醋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油泡辣子 用它拌凉菜非常的好吃 在放点香菜充分的拌匀之后即可装盘 一盘美味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爽口解腻开胃又下饭 真的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